在父母用心栽培下,加上本身的不懈努力 来自新山的一对孪生姐妹花,年仅10岁就开始在网球运动展露头角 并在全国青少年网球赛10岁以下女子组中夺得双打和单打冠军 而开启了网球国手之路 来看本报特别报道 孪生姐妹花的父亲丁一峰受访时指出 她从小让她们接触不同的运动和兴趣 包括游泳、钢琴,从中发掘自己的潜能 后来,她们在接触到网球后便爱上了网球这项运动 姐妹花虽然是孪生,但性格却不一样 姐姐丁文恩稳定,打法属于攻击型 而妹妹丁文斯好动,打法属于手中代工,是耐磨型选手 她们靠着默契,在过去多场比赛中赢得许多奖牌 父亲丁一峰说,运动除了让两个孩子更自律 她们也从中学会道理,明白到不努力学习就不会有收获 姐妹俩也从来不会因为失败而怨天怨地 大马监制兼导演陈敏发在柔佛巴珠巴侠长大 虽然在12岁时跟随父母到吉隆坡定居 但她始终念念不忘充满童年回忆的家乡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美 她推出了第三部推广美丽家乡巴珠巴侠的作品 《飞把龙鱼》 以温馨立志的喜剧方式呈现 并以研究和养殖龙鱼作为故事背景 日前已经在TV2正式播映 陈敏发接受《中国报》专访时说 故事的创作灵感来自大马金龙鱼养殖业的老杭尊 降龙集团创办人黄汉勇和儿子黄俊伟 多年养殖金龙鱼的体验和感触 整部戏在巴珠巴侠取景前后用了6天拍摄